一个企业的成功可能需要146年的努力 但一个企业的陨落却用不了几年 1865年以造纸起家的诺基亚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一直是全球手机市场当之无愧的老大 但在以苹果和安卓为代表的智能手机风起云涌的移动端大变革时期 诺基亚却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衰落了 虽然屡次卖出核心资产来自救 放弃了之前固守的塞班和migo与微软进行了合作 这些都没能改变诺基亚的命运 现在诺基亚的移动业务已经成为微软的一部分 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北京时间9月3日 美国微软公司宣布以54.4亿欧元 约合71.7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芬兰诺基亚公司的设备与服务业务和相关专利 微软CEO鲍尔默和诺基亚CEO埃洛普 在公开信中表示 将携手重写移动领域的将界 微软新闻稿披露 54.4亿欧元中的37.9亿欧元 用于收购诺基亚的设备和服务业务 相关专利组合则作价16.5亿欧元 交易预计于2014年第一季度完成 据悉 诺基亚大约会有3万2千名员工转到微软旗下 包括芬兰总部的4700人 以及全球18300名直接参与产品生产 装配和包装的员工 诺基亚认为此次交易将为很多诺基亚员工提供发展机会 包括策略 财务资源 以及未来在手机市场获得成功 这笔重磅交易的双方都处在大规模的内部变革当中 微软公司刚刚在7月宣布进行大规模重组 57岁的CEO鲍尔默随后宣布将在未来一年内退休 业界此前分析认为埃洛普正是接班鲍尔默的热门人选之一 出售移动手机业务之后 诺基亚将成为一个更小的公司 诺基亚在2012年全年总营收为301.76亿欧元 手机业务占比将近一半 1865年诺基亚在芬兰成立 1977年走向了科技领域 1997年诺基亚打败了摩托罗拉 成为全球手机业的霸主 在2000年的时候 诺基亚的市值是苹果的24倍 而到了2011年 诺基亚的市值仅为苹果的7% 有关微软收购诺基亚的问题 我们今天请到了财新传媒 国际财经评论员李增兴来做出点评 增兴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曾经拥有过一部诺基亚手机 以前应该是三足鼎立的时代 像摩托罗拉 爱立信还有诺基亚 那么现在他们都分别属于 索尼 微软还有Google 那么对于这次微软收购诺基亚 你看好吗 那么我觉得这个微软收购诺基亚 能不能成功 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微软自身 它的这个转型或者调整 能不能够成功 那我们看这个鲍尔默他自己就说 那么微软将来应当是 既是一家软件公司 也是一家硬件公司 那么这一次如果收购了诺基亚以后 那么确实就填补了 这个微软在手机制造 尤其是手机硬件设计 这一块的一个缺陷 那么它就有一个立足点了 但实际上这一些变化 在一些人眼里 他们认为可能不是根本的 或者说不能真正改变 这个微软现在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 微软确实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 这个搜索引擎的这个业务 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的成功 而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 或者说手机平板电脑 也是如此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印证了这个哈佛大学教授 克里斯腾森 他说的一个叫做创新者的窘境 就是说过去曾经的这个创新者 那么他在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些业务当中 他由于他做的太好了 那么对于一些新的领域 一些新的这个部门呢 他进入的时候就比较迟疑 比较迟缓 我们看微软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PC是一个成熟的这个行业 那么基本上市场已经饱和了 但毕竟这个市场其实还有更新换代 还有一些欠发达的地区 还没有这个PC普及 那么这个一个季度大概全球也要卖出7600万台 这个左右的这些计算机 而这当中又有90%都是使用的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 那我们看在鲍尔默过去这个13年间 这个微软的这个市值已经上涨了10倍 到今天大概是2600亿美元 那么到去年的时候呢 他一年的这个收入还有700多亿美元 其中利益利润呢是200亿美元 他在过去这个传统领域确实是做的太好了 那么这也就导致他对于新的这个最前沿的科技 或者说最前沿的部门 他没有真正的涉足进去 曾经我们刚才讲到了PC领域 就像你所说的一样 这个行业是在逐年下降的 那我们看去年智能手机第四季度 它是卖到了2.3亿台是PC的三倍 有市场机构测算 如果把PC智能手机 还有平板电脑 这三个个人设备放在一块的话 曾经微软的战绩是占到了市场95%的份额 而现在下降到了30% 那么微软在这一块是不是不应该放弃呢 那么确实是不能放弃 我们这一块可以把平板电脑和手机分别来看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平板电脑 一个季度也能卖到5000万台左右 那么实际上已经与这个PC评分羞涩了 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可以看看微软过去的这个战况到底怎么样 实际上是比较差的 那我们看在这个苹果推出iPad以后 这个Wintel这个联盟就包括这个微软 包括英特尔包括惠普这些传统的PC厂商 他们都站出来说 来笑话这个iPad 说这个东西呢就是个玩具 你看我们要生产一个平板电脑的话 肯定跟他们不一样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这个Windows这个Surface 这个这款平板电脑 那么它最主要的功能呢 主要还是进行办公和文字处理 那么即便是这些广告当中 我们都看到是一群白领在这会议室当中 拿着这个Surface在那耍 微软这一块呢 其实就把本来该休闲一些把它做成了一些非常严肃的这种办公的一个工具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就看到了Surface 这一块就给微软带来了9亿美元的损失 那么另外一点呢 其实我们再看手机这一块 我们知道鲍尔默呢 他当初提出这个这个Windows 8 就是在这个平板电脑 电脑个人电脑和这个手机 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统一的 那么从过去的这种点击图标变成了这个方块 你去触摸 那么这一块呢 其实当初提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这个想法的 那么包括这个软件程序的开发商和消费者 他们在不同的这种操作平台上 实际上他们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无缝链接 就是你不会对另外一个设备就会感到陌生 那么这一块呢 确实也有好处 对于这些软件的开发商和程序员来说呢 他们当他们设计了一款APP 那么或者是一款程序 他实际上就可以非常快的移植到另外一个从平板到手机到这个个人电脑 但实际上对于消费者对于买这些产品的人来说并不是特别方便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对于PC来说 大部分时间不管是我们的笔记本电脑还是我们的这个台式机实际上那屏幕是竖着的 那么你如果用手指一直去点的话 很快你的手就会累的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惠普啊索尼一些厂商他们推出这个台式机的时候 他们的卖点都只能是在做广告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屏幕把它倒下去 然后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一起在那里就是非常快乐的在那里点在那里玩 那么实际上这一块呢 他又把这个本来该严肃或者说更多的像商务领域的这个应用呢 又变成了就是非常这个娱乐化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可能就更证明了 那么微软公司内部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整合不够的一个问题 那么可能更多的人就会去支持把微软真正分拆成两个公司 一个是这种传统的软硬件公司 另外一个是真正的互联网公司 我们看现在的智能手机70%是属于安卓系统 20%是苹果的iOS系统 还有剩下的10%是Blackberry还有火湖还有微软像这样的公司 那么你觉得微软还有戏吗 那我想肯定还是有戏的 那我们看安卓阵营其实它肯定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觉得从这个软件系统的安全性上和这个硬件的这个运算能力上 它实际上本身就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那么举一个例子 在去年的时候全球一共卖出了20亿部手机 这当中有6亿是安卓系统的 那么这6亿当中呢又有超过一半 实际上安装的这个系统的版本呢 并不是当时最新的这个安卓的4.1或者是4.2 而是更早的一些版本 那么这当中呢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说在国内可能经常我们大家买的是裸机 但是在全球各个地方很多国家 其实大家买手机是去买那种合约机去签约的 那么实际上这一块他的这个系统的更新的补丁或者是这个版本的发布呢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电信运用商 那么从电信运用商的角度来说 其实他肯定是不愿意把最新的这种更新发给你的 他更希望这个消费者去买新机器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还在于他硬件能力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安卓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 他只要进行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运算的这种检测 只要能够通过的话就可以使用我这个安卓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安卓阵营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廉价的机型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多低端机 即便是新的安卓版本发布了 这些低端机可能也跑不动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其实还不是特别突出 那么将来当市场中存在着大量这种不是最新系统版本的这个手机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 其实微软和苹果都要比安卓安全的多 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凸显出来 那么在智能手机领域 那么最后肯定不会是一个一家独大的局面 而是说在这个各个领域各家都会有各领天丘